大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POE电动执行器 它主要是用电源来控制电机的一个正反转 来实现他们一个开号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C220V电动执行器怎么连接电源 我们先把接线端给它拆掉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六个接线端子 这是电动执行器的一个接线图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端子 一二三四控制电机的一个正转反转 实现阀门开合关 然后四五六十音器的位置 或者阀门的位置 返回到一个远程操作系统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一和二连通 这里显示一个open 就是阀门打开 一和三连通 然后阀门关闭 接下来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然后连接电源线 线连一和二 刚才我们接好端子一和二 然后根据表白现在执行器是关的位置 咱们接入电源 然后执行器再往开的方向走 全开之后 执行器自动转电 咱们现在接入一和三端子 刚才我们接好了一和三端子 现在电动执行器是全开位置 咱们现在给它充电 执行器全关 自动断电 咱们现在给它充电